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伯樂 我們現在這個角色叫做ANR 它的責任就是去發掘有潛力的音樂人 把他們簽給唱片公司 然後幫他們去想細化 找製作人確定作品的方向 甚至去設計歌手的角色設定 這個叫ANR 這個是唱片公司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ANR的名字叫John Harmon John Harmon是西方流行樂史上最最重要的ANR 其中一個他發掘了非常多厲害的人物 包括Bob Villan是他第一個簽約給唱片公司的 Aretha Franklin是他幫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發掘的 到了1970年代他發掘了Bruce Springsteen 他還發掘了藍料吉他手Steeby Ray Vaughan 就隨便講幾個名字就知道他多厲害 事實上John Harmon早在193839年的時候 就差一點變成發掘Robert Johnson的ANR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辦了連續辦了兩天的這個音樂會 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那個是種族歧視還是明文放在法律裡面的年代 他就要辦兩天的活動叫做 從靈歌到搖擺院就是要把當時美國庶民黑人音樂 裡面最精彩的部分放到全美國最體面的場外 去演給這些上流階級的人聽 去推廣這樣的好的東西 他想要請Robert Johnson從南方到紐約來表演 結果找不到人 好不容易聯繫到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的時候 Robert Johnson已經死掉了 他只好在舞台上放流星期的唱片給大家聽 經過了二十多年 John Harmon對這個事情根本很愉快 Colombia唱片公司Johnny在1961年的時候 發行了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的封面非常漂亮 就是還不知道Robert Johnson長相的時候 他們做的一個美術設計 從俯瞰的角度拍一個黑人藍調的歌手 在一片土地上彈吉他 他的副標叫King of the Delta Blues Singers Delta Blues的Delta這個詞就是三角洲 也就是密西西地三角洲 美國南方密西西地河的出口 那個三角洲衝擊平原 就是美國藍調的發源地 那所謂的Delta Blues就是在密西西地三角洲 發展出來的藍調音樂 叫做Delta Blues 那麼Delta Blues是所有Blues的根源 King of the Delta Blues Singers的意思是 他們把Robert Johnson分為所謂 三角洲藍調最厲害的那個王者 但這個稱號並不是Robert Johnson第一個拿到的 因為早在他之前的前輩 有一位非常厲害的Charlie Patton 也曾經有這樣的稱號 就是King of the Delta Blues Singers 或者King of the Delta Blues 不過沒有關係啊 這個就是宣傳上面他們需要怎麼一說 自從這張唱片出版之後 33傳的黑膠唱片可以聽得到 Robert Johnson的歌 他可以被新生代的樂迷聽到了 這個事情關係非常重大 因為1960年代是西方流行音樂的轉捩點 從美國的民謠復興運動 到整個搖滾樂的發展 這張唱片 以及同時代若干 二次大戰之前的老藍調 還有老民謠 民間音樂重新出土 重新壓成了33傳的黑膠唱片 它促成了戰後嬰兒潮新生時代 對於他們的父母那一輩的民間音樂 有源頭活水的興趣 瞭解 擁抱 有大量的改編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可能是飄洋過海道大西洋的另外一片 到了英國 英國一堆小夥子 他們瘋狂的聽這些 來自美國的老藍調的唱片 他們一開始可能聽的是 芝加哥的藍調 或者是底特律的藍調 這些帶著插電樂器的 或甚至有時候帶著管樂 有時候帶著口琴或者是鋼琴跟Double Bass 當然都會有打擊樂器 都會有鼓 那種比較熱鬧的 他們一路往回追追到 這些音樂的老祖宗 原來是1920年代到30年代的 三角瘦藍調 他們就如饑似渴的吞咽跟消化這些東西 而促成了196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後期 所謂的英倫藍調復興 我們知道搖滾樂這門手藝 奔發出來的第一代所謂的神奇吉他手 有一串大神殿裡面都會出現的名字 什麼Eric Clapton Jimmy Page Jeff Beck Peter Green 這些大神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聽這些東西長大的 而在這裡面最最重要的 最耀眼的那個名字 你問這些吉他手 他們都會不畏而同地說是Robert Johnson 而Robert Johnson厲害的不只是吉他彈得好 他寫的歌也非常厲害 他是一個極厲害的創作人 所以今天我想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稍微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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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